之前一步长相思 上杨子再次坐稳了九十花顶流的位置 然而杨子没有止步不前 而是投入新剧《晨欢记》的拍摄中 在安徽宣传济西农村杨子身着朴素的衣服 扎着简单的发具满脸都是不加修饰的素颜 他的眼神里透露出一种纯净和坚定 仿佛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 尽管环境艰苦但他的精神状态却十分饱满 仿佛在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 他是为表演而生的人 看到杨子这种状态人们不免产生共鸣 他的坚持和执着是一种对梦想的热爱和追求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他用心去塑造和打磨的 是他的心血结晶 在《长相思》中他把女主角小妖的敢爱敢恨 活泼可爱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真实而又生动的小妖 而在《陈欢》剧中他再次挑战自己的演技 饰演一个出身农村的女性陈欢 他把陈欢的坚韧和勇敢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杨子的努力和才华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支持 很多人因为他的演技而喜欢上了他 因为他的角色而感同身受 他的粉丝们纷纷表示 杨子用他的演技征服了我们的心 我们为他的表现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这个情感交织的时代 杨子用他的作品传递着情感的力量 《长相思》也好 《陈欢》剧也罢 他都在用演员的身份和角色去传递人间的温情和感动 他是90后演员中的翘楚 是新一代演员中的中间力量 在拍摄现场 杨子总是那么专注和投入 他不仅仅是在演戏 更是在用心去感受每一个角色 用情感去演绎每一个情节 他的表现让人们对他的演技赞不解口 也让人们对他的角色充满了期待 每一部作品都是杨子心中的一份瑰宝 每一份瑰宝都凝聚了他的汗水和泪水 在《长相思》中 他为小妖的命运而流泪 在《陈欢》剧中 他为陈欢的成长而欢笑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一部部剧作 更是他人生的写照 是他情感的流露 杨子是一个善良 努力 才华横溢的演员 他用自己的方式去传递情感和感动 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表演生涯中 继续创造更多的精彩节色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感动和惊喜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 杨子以他的坚持和执着 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支持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演员的价值和意义 他是我们的骄傲 是我们心中的一颗璀璨明星 让我们一起去带他 在未来的表演道路上继续闪耀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和感人角色 在未来的表演上继续闪耀